哈囉大家好我是雪雪 汪大秀四箱正式開啟 第一棒Banner角色延續撕三箱的收尾 給到的是要想辦法突破自己的金絲零零 四星角色給到的是零零 神代淚和開頭 三星給到的是M 二星則是許久沒到二星的天馬斯 整池覺醒後的卡面都有種很清爽的初夏感 老實說我看到這次覺醒後卡面的時候還蠻意外的 我自己是沒想到汪大秀居然會出這麼少女漫畫風格感的卡池 驚訝完後的第二感想就是 淚寧推應該會很開心 但撇開覺醒後的浪漫透明感 覺醒前的Banner倒是一脈相傳 又來了一張我推她沒有效的虐粉系卡面 說真的這幾期活動Banner根本是虐粉接龍吧 那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期的卡面們吧 首先是覺醒前的凝凝 我目前都還沒有看劇情 但官方給的簡介大綱有提到說 凝凝這次在自己自信的歌聲部分遭到打擊 搭配這張卡面的名稱正因為我有所不足 感覺應該會在這次活動中得到一個好的結論 在卡面部分 寧寧的表情是皺著眉頭的 動作看起來既像是敬禮 又像是彎腰撐著膝蓋在吶喊 甚至也可能是在發生訓練中 具體情況要等到看完劇情才曉得 至於覺醒後卡面 各位 又來到了氛圍營造大師普羅菲卡最愛的氣氛系時間了 這次一樣也是人物偏小 但氣氛上乘的構圖 把大片空間留給了大海、天空跟沙 彷彿水彩般的用色在整張卡片驗染開來 把天海上一線的那種模糊浪漫感處理得超好 特別是雲朵的質感 搭配點綴在天邊向遠方飛去的海鳥 以及打上來的海浪的那種水花感 整張卡面還暗藏著閃爍的星光 我自己都很喜歡 很細節的是 連沙地上的腳印都沒忘了處理 而在人物部分 光是看著眠眠的頭髮跟衣擺飄飄 就能感覺到海邊吹著溫柔的海風 髮絲的漂亮感很美 陽光照在臉上的這種感覺也很棒 讓影像新生或讓開朗的印象變得很強烈 終於不再是背光的極聊了 衣裝部分我覺得這一期的女裝真的好看 這部分我們就留到晚點的衣裝試穿一起來聊 總而言之 就是一張非常瘦女漫畫女主角風格的卡面 下面我們來看看瘦女漫畫男主角神戴淚 為什麼這麼說呢 各位卡面名稱叫做無論何時都可以找我商量喔 標準的體貼系瘦女漫畫男主角發言了好不好 再來看看覺醒前卡面的部分 跟MamaJump曾經出過的手機系卡面一樣 這次是換神戴淚出現在畫面裡面 看畫面背景很像是在世界拍的影片 應該是想藉此幫妮妮加油打氣 連娃娃們都拿著啦啦隊彩球在跳舞 至於為什麼會說是幫妮妮呢 因為拿著手機的那雙手沒意外就是妮妮的 這點我們可以從整張卡面的背景來推測 仔細一看會發現這裡可能就是妮妮的房間 最後是一個細節 看過少女漫畫的都懂 整張卡面居然暗牆了浪漫的泡泡元素 這不就是少女漫畫最愛用的元素嗎 到底是在浪漫幾點我就問 但這還不是神戴淚的極限喔 我們接著看看覺醒後的部分 請問這張卡片會不會太好看了 我眨一眼看下去 居然有種在看宮崎駿男主角的錯覺 而且首先想到的還是霍爾 這邊我要大力誇獎這張卡面的全側臉設計 各位頭截超好看 瘋掉 脖子的這個筋的線條跟鎖骨會不會太細節了 男性感直接飆到最高 甚至已經跳錯少年感來到青年感了 側臉的挺立的鼻樑姑且不提 耳朵直接帶了四個耳環 還包含耳骨環 太好看了氣死 連露出手腕的部分都很心機 然後手指超好看 整張卡面一樣是海光神美 加上浪漫泡泡 我就問神戴淚你是人魚公主的王子翼嗎 哈囉 真的是好看到讓人生氣 下面是覺醒前的開頭 跟娃娃們貼貼好可愛喔 同樣也是滿滿的泡泡跟閃光 光是這個被娃娃鬧也不生氣的笑臉 我就給滿分 光下秀的開頭真的無論何時 都有滿滿的胸掌力感 不愧是鐵馬斯世界的開頭 至於覺醒後的部分 少女漫畫男角再加一 拎著鞋子在沙灘走 完全就是經典情結吧 跟霓霓的卡面一樣 在環境的處理上十分細節浪漫 海浪 沙地跟泡泡 還有影子跟腳印都很烘托氣氛 整張卡面的光感十分夢幻 光從側面打到人物身上 也讓人物帶了一點神秘感 稍微放大來看的話 心機細節也是有的 各位 鎖骨 男角露鎖骨真的好看 還有這個手插口袋的動作 帥感再往上加10分 另一隻手的袖口往上捲這點也很讚 有種很Man的感覺 不過有一個小小的點 不知道是神代類太強勢還是怎麼樣 以少女漫畫來說的話 開頭看起來就很像會被炮灰跳的守候系男兒 再來是Emme的部分 看著她提著水桶元氣滿滿的樣子 再想起上次Emme Banner她那個寂寞的表情 就覺得這樣真的很好 那不曉得是在跟絲還是累說話 也可能都不是啦 要等看劇情才知道 劇情後的部分呢 幾張卡面共通的背景元素不再多提 白皙大腸腿超香 腿型有夠好看 翹著一隻腳十分俏皮 腳趾很修長很漂亮 為什麼講著講著覺得自己有點變態 那既然說到腳了 其實我覺得她這雙兩鞋真的好看 連頭全套衣裝都是屬於我會想要買同款的穿搭 可惜這次沒有實裝衣裝 那拉回來說卡面部分 從衣擺的線條 感覺她應該是正要轉身拍下身後的大家 我滿喜歡一個說法是說 這次大家的覺醒後卡面 就是Emme的攝影作品 搭配她這次燦爛笑著的表情 以及背景中象徵著守候與指引的燈塔 感覺Emme是真的放下了心中的糾結 全力守護著大家 這讓我覺得滿開心的 最後就是二星天馬斯啦 不知道為什麼這張感覺憨憨的 可能是這期神代戀跟開頭火力都太強了 剛好天馬斯這動作沒有任何能強調男性感的成分 有比較就有傷害 但也不排除是因為她手上拿了一個神奇海螺啦 感覺她下一秒就會把海螺拿到耳邊當話筒講話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衣裝試穿的部分囉 首先先從內內講的衣裝開始 我們先換上這次的衣服 再來是我們髮飾的部分 好 先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一次的女裝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優秀 我們就先從上面開始講起 草帽 Floseca超級愛出草帽的 那我覺得這一頂做的特別的好看是在說 它是比較大帽顏的部分 然後草的那種編織感很強烈 加上它的帽顏啊 這邊也有一些三角形的圖騰去做一些襯托 我覺得整體的設計感很強 那老樣子吧 可惜的就是它不能夠搭限定法 不然搭短髮那頂應該很好看 那我們可以看到帽子這邊這一圈 蝴蝶結 它有四個小的珍珠有沒有 四這個數字應該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還原四個人 每次都是要這樣結束的 那再來呢 我們看看洋裝的部分 它是一個兩層式的洋裝喔 我們先講外層 外層啊 在袖口的部分 它是有做一個蕾絲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呢 同樣是這個 平口的 小露香肩 雖然是長髮看不太到啦 但這個設計也不錯 可以看到外層的這一件啊 它是做 呃 高腰的 應該說幾乎是把腰的位置做在下胸圍那一邊 所以整個人看起來就會比較修長 就下胸圍以下都是腿 在腰以下的這個啊 它是前短後長 有做一個波浪型的皺褶這樣下去 讓整個人的優雅感再上升 至於裡面這件裙子的部分啊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細節喔 我們可以直接看它這個藍色的裙子的部分 它是上面比較淺 下面比較深 那下面的部分呢 還帶了很像臉椅的那種海浪的水波紋 所以讓那個海的意象就非常的強烈 很符合你這個人魚公主的這個定調 那我們看側面這邊 也是一樣做點小百折的樣子 讓裙子的設計不會說非常的單調 再加一個蝴蝶接把白色的地方束住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非常日常系 就是走在路上真的會有女孩子穿 穿這樣子的衣服夏天的時候 我覺得超好 是屬於我會想要有同款的類型 那鞋子的部分啊搭的是涼鞋 夏天嘛 那衣服的色違啊 這四款顏色我覺得其實都不差啦 但就我個人來說 我還是最喜歡原本預設的第一款 因為這個藍的部分會比較有海洋的感覺喔 那剛剛有跟大家提到說啊 這款衣服它是做平口的嘛 有小露相間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搭的是限定髮的話 短髮這一款 沒有就會很明顯了 還會露出一點點背 然後脖子這邊剛剛提到的綁帶啊 後面是有一個蝴蝶結這樣順下來的 只要換上短髮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小細節 是它背部這邊是做有點鏤空有沒有 這個側面的地方 那裡面有一件小可愛啦 所以不會看到膚色 但是感覺就會有一種若影若現的感覺 我要給我的推穿穿看 我覺得超好看 請大家看喔 命運一瞬間 是不是超好看 很夏天的感覺 安娜穿這件真的超好看 我覺得自從有了安娜的這個限定髮之後 我就什麼都想要讓安娜穿一下 OK 再來呢 我們就讓神代類來試穿這一期的衣裝吧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一期衣裝啊 穿上去如果搭配我現在配的這個限定髮 其實很好看 是不是一種很斯文敗類的感覺 沒有啦 就是那種慵懶系文青的感覺 但可惜 我要換上的是它的這一期當期的髮飾 那就不能夠搭限定髮啦 那這樣呢 就是神代類這一期的衣裝啦 我們一樣放大從最上面開始說 來耳環的部分 卡面上被我掛到不行 但是換上這個髮型之後 除非它3DMV有跳的動作 不然根本看不太到 這個基本上就是走在路上 你都會看到很會穿大的男生 會穿的樣子啦 夏天的時候 那項鍊搭的是一個皮直的皮繩項鍊 那這上衣的部分是很夏天的 白色上衣 有一個單邊口袋 那口袋上加了一點點的花紋 來讓它變得不那麼單調 說到不那麼單調呢 可以看到我轉側面 這件衣服其實還有一些細微的線條設計 讓整件衣服比較有層次一點點 而本身呢 它的衣擺做的也是不對稱的設計 一邊比較短一邊比較長 那比較短的那一面呢 是有開叉的 可以看到裡面會有露出一點點 內搭的藍色上衣 跟它綁在褲子上的這個腰帶 比例看起來挺好看的 那褲子的部分呢 這邊會露出剛剛提到的 一點點腰帶的痕跡 那褲子上呢 跟內內講的裙子一樣 它是有做這個水波紋連衣的設計 在下面褲管的地方 整件褲子呢 也就不會那麼的單調啦 看一下鞋子 搭的是一個涼鞋 夏天嘛又是在沙灘 那有一個比較小心機的地方就是 它的單腳腳踝 這個地方它是有 上皮繩的 挺好看的 色違部分呢 稍微看一下喔 基本上是反應在口袋的邊跟褲子 那最後呢 我們就來看看開頭的當奇衣裝吧 我們先換上衣服 其實搭限定髮就已經很好看了 不過因為限定髮沒有辦法搭當奇常駐的髮飾 所以還是要換掉 我們換上當奇的這個髮飾 OK 先給大家看一圈 好 這一次呢 是有耳環的 兩隻耳朵都有 不過這邊遮比較多 所以我們看另外一側 有沒有 挺好看的 那在上衣的部分呢 它的第一個扣子是解開的 那個小B領的樣子 讓脖子的線條看起來更修長 角度OK的話 跳3DMV的時候 應該有機會看到鎖骨 那在衣服的部分設計啊 兩邊它是把它的袖口往上捲的 有露出小手臂跟它的手腕 手環呢 是戴在單手上面是一些皮繩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衣擺這邊喔 它是屬於前短後長 人工式前短後長 就把前面的衣服呢 扎進去 讓腿看起來比較長一些些 有露出一點它的這個皮帶 那褲管的地方一樣 有稍微捲起來一點點 露出最細的這個腳踝的部分 那同樣在褲管的紋路設計上面呢 也是有一些水波紋的 讓整件衣服不會說那麼死白 比較有設計感一點點 那同樣啦 沙灘搭的就是這個男性的涼鞋 我覺得整體看起來也是挺好看的 而且就是標準的 走在路上你會看到 會穿搭的人 會穿的樣子 OK 那本期的卡面介紹 跟衣裝試穿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是雪雪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